在今天的日文话题中 我们重点来跟大家说一下的就是 在过去两周 从20美元涨到400美元的传奇股票经历 想必各位从微信朋友圈 或者是各大媒体应该知道 从1月初到现在 在美国股市上有一个神奇的公司 叫做GME 全称是叫做GameStop 也就是游戏小战 这个公司它本身做的 是卖游戏的业务 通过实体店和线上来贩卖游戏 但是它的股价 却从1月初的20美元涨到 上周五收盘接近于400美元 涨幅接近于20美元 这么大的波动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那么我今天利用这段时间 跟大家简单说一下 GME也就是游戏小战故事 那么这个故事 要从1月初开始说起 在1月初 美国一家知名的喜欢做空的公司 叫做香园 香园发布了做空游戏小战 GME的报告以及视频 宣称它的股价不值当时的20美元 大概就应该是值10块钱 因此呼吁各家各大的机构也好 或者是投资者也好 是卖出GME手中的银票 但是呢 与之前 这个每一次呢 它是呼风唤雨 一说做空 股价就下跌 相反 这一次 它却引来了 非常大的反弹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知道呢 从70后 80后 甚至于90后 在过去的几十年 从少年长到现在的这个青壮年 大部分人在美国啊 他们都有着从GME游戏小战 购买游戏的经历 或多或少 所以他们或多或少 都对于这个游戏公司 留有一些情况 那么这一次呢 这个美国的机构呢 华尔街是呼吁呢 看空游戏小战 这也使得很多的散户和游戏民 心中愤慨不已 他们纷纷在网上的发帖 要支持自己的公司 之后的话呢 这个人数也是越来越多 最终导致呢 很多的散户 分别在网上发言说 为了这个反抗 华尔街一直以来的 传统的打压 或者说呢 要反抗传统的这个定价权 也就是凭什么 我们心爱的公司 你说它不值钱 它就要跌 作为我们是散户 虽然是散户 但我们是游戏小战的拥戴者 我们会非常支持 我们自己的公司 因此这些散户 在网上呢 集合成军 联合呢 买入了GME的股票 和大规模的这个 华尔街做空的公司相互 我们说的可以说是在 金融市场上 斗争或者是博弈 这个结果呢 非常的一反常态 因为通常来说啊 机构和散户 无论是资金规模 还是专业手法 都是相差甚远 但是在这一次这个股票上 散户却占据了绝对的指导权 换句话说呢 这个不管是华尔街的大规模的对冲基金 还是他们的证选公司 投了几十亿 做空GME的股价 但是GME的股价呢 依然是每天以60%到200%的速度 在增长 换句话说 它从20美元涨到200美元 只用了不到10天的时间 也使得美国大规模的 很多家对冲基金呢 出现了爆仓 甚至于瀕临破产 之后呢 这些公司为了自己的利益 不得不限制散户交易 甚至于要中断 这个对于GME的买入行为 最后呢 直接导致了美国证监会的介入 宣布了券商不得限制 散户卖卖和交易 所以从这个事情上呢 这也是过去几十年以来 美国华尔街第一次 败给了散户投资者 虽然说呢 现在GME的股价呢 从20美元 一路是涨到了4万美元 甚至于世界的新首富 这个我们知道的埃隆马斯克 他也说到 如果GME的股价涨到1000 他准备把这个GME公司的商标 印到他的火箭上 下一次发射到 甚至于火星上去 这也使得更多的人 认识到了这家公司 也加剧了现在这家公司 股价的波动 但是我个人认为呢 毫无疑问的是 首先 不管这家公司值得是10美元 还是20美元 他肯定不值400美元 这是毫无疑问 那么现在问题就来了 未来他的股价 还能支撑多久 散户的指振恒心 毅力 或者说行动力 能够持续多久 总而言之 我个人觉得 不论是10还是20 30 40 从现在的股价 咱们最保守的估计 它至少得跌 6-70%以上 也就是至少得跌回100美元 也许现在呢 散户依然是被这个情绪所左右 被这个奋坎呢 或者说呢 这个他们说的 我们说的 反抗华尔街的定价权也好 反抗传统势力的左右也好 现在还在斗争的情绪中 但是最终 当风平浪静 尘埃落定的时候 它的股价一定会出现大跌 但是呢 由于现在的交易限制 这个不要说是澳洲的投资者 就算是美国的投资者 现在交易这个街 街密的股票也是非常困难 所以我们这儿呢 只是跟大家说一下 我个人认为 它的股价迟早要下跌 而且是大跌 那么再来回物 说到呢 为什么澳大利亚 或者说呢 在我们澳洲 很少出现像 GME这样的案例 大多数时候 这些新鲜离奇古怪的 金融事件都发生在中国 或者是美国 比如说中国有茅台酒业 从六七百人民币 能够涨到两千人民币 美国也是一样 特斯拉的股价 从几百美元可以涨到 如果不是它拆分五 一拆五的话 现在的股价就是四千美元 为什么在其他国家 一个股票在几年时间 能涨这么多 在澳洲却这么少 最重要的四个字呢 其实无非就是 缺人和缺钱 说到缺人呢 不仅仅说的是绝对人口 我们知道澳大利亚 只有两千五百万人口 中国呢 是十四亿 美国是接近于三亿人口 但是 不论是中国还是美国 参与股市的人数 无论是整体的比例 还是绝对人数 都要远远远远 高于澳大利亚 那么中国我们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呢 在股市中的所有盈利 是不用交到个人所得税的 换句话说 你赚了一个亿 你一分钱都不用交 都在印花税里喊盖 在美国呢 由于金融普及较早 加上华尔街的这些电影 书籍呀 使得很多年轻人呢 充满着对于华尔街的向往 因此呢 对于股市的参与度 是非常高的 澳洲呢 就不太一样了 所以说 由于人数 绝对人数和相互 我们说的是比例人数 都是少于这个中美的 因此呢 澳大利亚的股市中 散户人数非常少 比例也非常低 因此 在这个市场中 大部分的股票 依然是被机构 和大公司牢牢的控制住 基本上是绝对不可能出现 像这个GME一样的 散户暴动这样的事 但是呢 从这个GME20天 涨20倍这个事情上 相信呢 我觉得很多投资者 都会觉得这事儿 我怎么不碰到 其实我觉得 让散户碰到一个 20天涨20倍 并不是一件好事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它会打乱 我们传统 对于投资的 回报期望之 正常来说 如果你身边有个人 20天赚了20倍 你也不去想 他也不是专业的 他也没有什么 特别的能力 凭什么他能20天赚20倍 说不定我也能 20天赚20倍 我就算20天不赚20倍 我一年赚20倍也行 但是实际上 我们都知道 不论是股市也好 房地产也好 任何的领域 如果你能够有 稳定回报 在10%以上 那已经是非常不错 如果你能够年化 做到30%到50% 那就是世界的顶尖水平 不要说什么 一年回报 赚几倍 或者说是 20天赚几十倍 我们都知道 高风险 高收益 高收益的背后 同样允含着高风险 如果你希望是20天赚20倍 你也应该同时准备好 在20天是输的身无分文 所以对于散户来说 我觉得设置一个合理的 或者说是 我们能够潜在 可以做得到的 回报 希望 是非常重要的 不要整天想的 三天翻一倍 一年赚五倍 不切实际 也不可能持续长久 我们就应该安安稳稳的 保守一些 稳定一点 这样 细水长流 长期才有饭吃 才不会被饿死 这个呢 就是咱们今天 从GME游戏小战的暴涨背后 来说的一些事 感谢您收看 今天的每日财经快讯 热门快题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 Market在线交易 首选券商